週六 香港民間在尖沙咀碼頭 舉辦香港警察濫用暴力侵害人權展 展示反送中運動半年來 警察濫權的重要事件及照片 吸引眾多市民觀看 展覽於下午4點到晚上8點舉行 撤備人員楊小姐表示 展覽旨在向外國遊客及媒體 展示香港警察濫用暴力的情況 引起國際關注 除了警報的內容 我們這次的展覽也加了少許其他內容 一部份是想要多謝近這半年來 其他世界各國支持香港的國家 對我們香港做了一些 任何幫助我們的政策 另外也有小部份的展版 是我們希望講解香港和中國有什麼分別 楊小姐表示除了抄襲戰外 展覽中提到的中港兩地的不同 和中共在主權移交後對香港的侵略 希望藉此說明反修例運動的起因 另外也有一部份的展版是說中共自從主權移交前後 開始從文化和經濟上侵略香港 我們也希望這次的展覽除了港述警暴問題之外 不少路過市民住族觀看 黃先生表示他經常在世界各地走 知道許多人都在關注香港發生的事情 之前在網上看直播 想到今天全部人都在一起 真的很多很多 還有我可以說香港人看得到 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我連馬拉克朋友 星亞波朋友 還有澳洲美國朋友 全部都有看到 我覺得到現在香港人已經贏了 全世界人已經注意到香港發生什麼事 下一步會怎麼走呢 我看香港人會更加堅強 還有會更加聰明 怎麼走這幾步 新唐人記者韓娜香港報導